大家好,欢迎收看TikBall 这是TikBall网站所制作的Podcast节目 我是主持人陈浩鹏 我们会邀请跨领域的工作者 来节目中分享和科技有关的看法 我们今天来聊电子书的订阅 请到的来宾是 乐天Cobo营运本部长周立涵 Julian 现在大家都很习惯订阅制了 但订阅这个概念 我想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订报纸,19世纪就开始了 每天有人就把报纸送到你家 你也不用每天买 那软体订阅制的观念其实也很早 大概在1980年代 很多的企业用的软体 就有订阅制的这种方式 那当然大家对于订阅 比较熟悉的方式是 2007年那时候 亚马逊推出了 Kindle Unlimited的订阅服务 那使用者只要支付一定的费用 大家就可以无限阅读里头 所有的 所有或者是部分的电子书 那乐天Cobo是一间 深耕台湾的跨国电子书平台 上个月 他们在台湾也正式推出了 电子书和有声书的订阅服务 那今天是 今天Cobo营运本部长周立涵 就要来和我们谈一谈 电子书有声书的订阅 在全球现在的发展的现况 那Julian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 嗨 大家好 我是丽涵 其实我刚刚前面已经谈到了 但还是由你的嘴巴来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叫做电子书 然后有声书的订阅制 其实订阅制就是顾名思义 就是你付月费 然后在一定程度的电子书跟有声书 都可以读到宝 听到宝 就是你们平台上的书部分 有提供订阅制的 所以是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什么样的内容 会决定他会参加这个订阅制的项目里头 哪一些不要 这是什么决定出来的 其实还是看出版社提供给我们的书目 OK 就是有些出版社他会愿意参加 就应这样的服务 那有些就 或是部分的书 这出版社可能有部分的书 然后会参与订阅制 OK 然后有部分书没有参与这样 所以进到COBO的网页里头 基本上也不是每一本都有 你要点到订阅服务里头去 放在那里头的书 或者是有声书 才是有参加订阅制的项目 对 它会显示 如果它是有可以订阅制的话 它会显示 那个COBO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 在台湾推出订阅制的服务 其实我们的订阅制服务 在国外已经推行蛮多年了 尤其在北美跟欧洲都还蛮成功的 对 那其实我们COBO进来 从2016年进来到现在 已经8年9年的时间了 对 那其实加上这几年 其实台湾电子书跟阅读器成长都很高 对 那我们也觉得时机成熟了 然后 而且其实 订阅制在台湾本来就行之有年 对 就是不管是其他敬业 那更不用说像电信商底下的订阅制 更是已经 应该超过10年以上了 对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这概念 并没有那么陌生 对 但我是说你们挑这时间点加进来 是因为 因为我们觉得 其实COBO的一直以来优势 就是我们有除了中文以外的书籍 外文的书的部分 那不管是英文 或是说一些欧洲语系 然后文字书或是有声书 都是我们的强项 那我们想说这样子的话 来台湾 我们可以提供给消费者 更多不一样的选择 因为虽然说订阅制大家都有 可是能有这些国外书籍的 应该只有我们 就是虽然你是在台湾订阅 有声书或电子书 但是里头的内容不限于 繁体中文而已 对 我们有包含全球就是英文为主 然后还有很多国家的语言 总共150万本书 OK 150万本书 那中文书有多少 中文书 目前数万本 OK 那这次为什么想把这种有声书 也加进来 因为去年 去年其实 我觉得去年在电子书市场 有两件事情 大家比较常拿出来谈论的 第一个当然就是彩色的电子书阅读器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有声书 大概在去年的时候也比较 稍微比较有一点点声量 就之前虽然一直有在讲 但是一直都好像不太 不太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 跟一直到去年为止 才开始突然发现说 有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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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声量稍微比较大 那我Cobo第一次推出订阅制的时候 其实就直接把有声书给加进来了 那我说那时候的考量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因为这个服务 本来我们在其他国家 就是北美跟欧洲 就是电子书跟有声书 或是两个合在一起 combine的服务这样子 那当然其实有声书 一样是我们拥有很多 外文有声书的优势 对那我们就会考量到说 台湾毕竟有声书的发展还很初期 那书目的内容其实也不多 但是以国外的内容来讲 发展蛮比较长一段时间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客人 他们会想要听英文的有声书 一直听一直听 变成那个英文教学 就是因为大部分 会上订阅制的书籍 还是以文学小说为主 那文学小说的话 其实那有些 有些文学小说 其实它并没有这么的简深 那如果你用订阅制的话 因为毕竟有声书 其实还是蛮贵的 但是如果你用订阅制 一本书的价格 一直听一直听 然后你也不用怕说 我今天听到这个太难 或是我不喜欢的内容 那我只要再换下一个就可以 其实你知道 我觉得听书这件事情 我自己是觉得它有 我是觉得它在某些场景来说 其实蛮合理的 因为你大部分看书 你就是得认真看 因为你眼睛就得 只能盯着书本上的文字 但是像这几年 Podcast比较流行 也是因为大部分都会在 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 顺便听点内容 就是如果你不想听 无意义的内容 那你可能听书 是一件还蛮好的事情 可是因为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 你会发现说 他有声书其实一直都不便宜 它其实比资本书还要 制作成本很高 对 制作成本很高 我本来说资本书还蛮不对 它比电子书也 价钱也不便宜 但是等于说你觉得用 订阅这件方式 可以减少读者去尝试的代价 把它降低 对 因为其实有声书的话 我觉得台湾有声书也一直在寻找一个对的商业模式 对 那当然就像刚刚浩泵您听到 就说 以有声书来讲 那他当然制作成本比较高 对 那所以说其实相对来讲 售价也比较高 对 那在这个状况下的话 卖单 销售单本会是他适合的商业模式吗 可能我也不知道 因为目前我们也还没测试出来 因为可能市场上的数量也不够多 书目也不够多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在推出订阅制的时候 那其实有些出版社就愿意将有声书加入我们 因为有声书的订阅制在市场上还是比较少的 很少 有但是不多 对 那当然 以中文来讲 其实书目当然不多 可是我们基础上我们有很多外文的 尤其是英文的 所以说其实相对来讲 对于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 那消费者就变成说 他可以 我有很大的英文书目 那我也有一些部分的中文的有声书 那我可以同时选择他们 就不会觉得说如果只有中文的话 我好像可以选择有点太少这样 你看像这大概这十年 就是电子书大概在台湾比较有认真推 大概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那你觉得订阅跟这种零售之间 消费者选择订阅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说消费者为什么要选择订阅制 我觉得订阅制可以从两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当然是从消费者的角色出发的话 就说你一个月付一本书的钱 那你可以 如果我真的是个中度阅读者 我很喜欢读 就是不管是文学小说 或是一些非文学 可能比较 不是这么时效性的书籍的话 其实他可以读非常非常多 因为如果你读两本 买两本书 其实基本上你就超过那个价钱 超过你每个月付出的月费 所以说如果你是中度阅读者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更放心的去看 接触更多不同书的种类 你直接把那个订阅制的价钱 跟大家讲一下好了 现在大家可能脑子里会有一个 比较容易比较的一个基准 因为以我们推出的订阅制方案来讲的话 就是存电子书199一个月 或是存有声书199一个月 或是一个月 如果说是电子书加有声书的话 就是259一个月 所以你讲说如果只要是在订阅制里头的 这150万本书 数万本中文书 它是199可以无限的看 对 如果你看速度够快 对 像我大概我自己平均大概三个小时一本书 是 所以如果我每天播三个小时 我一天即马可以看完三十本书 就是类似这种概念 没错 那这个价钱代价是199块台币 对 那如果你是用听的 那也是你就随便听 也是199块台币 如果你要听加看 就是259 那这样大家就可能比较有一个容易比较的一个基准 对 因为现在的书 其实台湾的书 我都一直觉得它不便宜 就是一本书动辄数百元 这几年通膨比较严重 数百元 那就算是电子书 可能定价打个七折之后 那你大概就是 你刚讲的一本书的价钱 一本书大概两百多块 平均价格大概两百多块 以电子书来说的话 所以如果你每个月能够读到一本书的话 那那个订阅可能就符合你的需求 但只是说订阅里头的书都是新书吗 这其实要看出版社提供给我们什么样的书 那其实刚刚有讲到就是说 订阅制有两个面向 一个是消费者面向 就像刚刚讲到的 如果他是一个重度阅读者 他把读书当追剧的话 那他其实非常适合加入订阅制 因为有很多书可以给他看 对 就是或是说 尤其是文学小说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呢 其实应该说从书本身 或者从出版社的面向来看的话 那其实订阅制是赋予书籍 等于第二次的生命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消费者大部分都会买新书 是 对 但是旧书的话 其实有时候他很难在市场上被看到 是 对 那电子书就已经不容易了 因为其实电子书虽然说不像实体书 他会 你在书店会有库存什么的问题 导致旧书的出现度更低 对 但电子书比较 不会有这个问题 可是大部分人还是买新书 所以大部分电子书商 还是会曝光的 还是新书或是有做活动的书 那其实很多书在 就是我们的电子书层里面 其实他也是你不去找 他可能你还是看不到 但是如果说这些旧书 其实因为订阅制 因为订阅制 你会去搜寻 那你比较不会去思考 就是说 我买了两本书 三本书 五本书 是不是排挤到我的预算 那你就可以有机会去尝试 消费者去尝试更多不同类型的书 然后那这些书 就是他原本其实蛮有趣的书 他只是可能已经出版三年四年五年以上 那他可能又会被消费者找到 然后他又会重新被赋予价值 那不管是消费者看得很开心 然后或者说出版社因此而获得分论 你讲这个其实我还蛮有感觉的 以前我在逛书店的时候 通常我有时候跟他讲说 如果你看到喜欢的书 不管有没有时间看先买 因为有时候过一个月之后 他就不会在这个价值上 因为那个价值的空间很有限 然后那个书商或者书店 会一直把新书往前放 所以这本书你可能这一次错过 你下次就未必找得到它 那电子书有时候大家都觉得说 其实电子书一个file放在那个平台上 理论上应该没有这种压力 但其实还是有 因为版权有它的期限 有时候到了 因为版权到期下架的问题 你有可能会再找不到这本书 所以其实看到电子书 我的做法也一样 看到就先买 因为下次你不知道怎么说 不知道他怎么说就不在这个架子上 这是实话 对 没错 那个如季样年科的那个寻者系列 现在所有的平台都下架了 他就不授权了 他不授权 所以我那时候没买 我现在就买不到了 我现在连 可能要去二手书店看 纸本书我有 电子版我就没有 所以我理解说 如果有一些书它在架子上 或者在书店里头 也许不是出版社 或者是不是书店愿意主推的 放在这个订阅制里头的 这个大池子里头 它还有可能会再被其他人 再看到的机会 就增加它被读者阅读 对 那有的人可能说 这本书几年前的 他未必会愿意单次付费购买它 对 可是因为是吃到饱 所以他觉得他比较没有压力 对啊 我看一下也没有 点开来看 看实业发现不喜欢 关掉 对 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损失 对啊 没错 可是万一你单本购买了 看实业发现很厚的时候 你就会 数位商品不能退货 不不 你可能就会写信去出版社骂 写信去平台骂 你可能会写信去骂作者 这是一个对于 就是说它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经营形态 让书籍的面貌 没错 那有声书也是这样的概念吗 有声书的话 其实就又有点 某些程度上是类似 但是有声书其实就像刚刚您讲到的就是 你在听的时候你通常都是同时在做别的事情 对 那它跟文字书就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对 所以有声书的话 就大家可能利用的场景有点不太一样啦 对 但如果说从旧书 然后再被找到价值 在被定义价值的这个状况下应该是比较类似的 可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的数字怎么样 就是订阅电子书的比较多 还是订阅有声书的比较多 目前来讲的话是电子书跟综合 这两个比较多 单单订阅有声书的比较少 可是你知道站在我 我觉得订阅有声书搞不好还更划算一点 因为有声书真的太贵了 就是你只要一个月能够听完一本 我都觉得你赚很多 是没错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这种统计 像有声书 像上个月你们开始推订阅制的时候 有一个14天的订阅 有一个试读嘛 我加入了 然后我晚上出去走路的时候我就在听 然后我把老人于海整本给听完了 对 然后我就在想说 哇 老人于海整本听完 它好像是要六个小时 还是多久 就是那个录音带的长度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 哇 这比我看书的速度要久 就是我如果直接来看老人于海 可能不需要那个时间 但回过头来就一样 因为我不是只在做读书这件事情 我同时在做别的事情 然后我把它给听完 那一次的感觉 其实让我个人的体验 就以老人于海那个有声书来说 我个人感觉还觉得不错 因为它的配音源其实是很专业的 然后听完那本书之后 我还回过头去翻了一下电子书的内容 看看就大致上差异多少 那等于说有声书 上次我在这边我也采访过 那个时报的陆星吴小姐 那他这时报这次的书 全部都有跟你们合作 包括他所有的电子书里头都合作 他就在谈说 像有声书的制作 有的已经成本高到 根本就像在做广播剧 对没有错 还要请非常多的播音员 非常多的演员 还要有那个背景音 对对对 音效那些 所以如果有人能够这样去听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件蛮好的事情 那顺便问你一下 就说你看到他一本书的售价是这么的昂贵 我说有声书 那他放到199吃到饱的里头去 那出版社的考量是什么 这对出版社来说 他是怎么跟你们 他们要怎么计算这个费用 那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得到的好处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从站在出版社的角度上来看的话 应该就是说 其实大家对于有声书的进入门槛比较高这件事情 多少还是会有点却补 那如果把它放在吃到饱 就是听到饱这个状况 这个商业模式下的话 那大家会更有勇气的去选择他 那如果说他听了 听了之后觉得不错 那未来他可能就会变成是一个潜在的 消费者 对没错 他就愿意接受这种形式的书籍 对而且如果说今天可能好 如果说一开始当然订阅的人或许没有很多 但是如果订阅的人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其实这个有声书可能 我们就会发现说 原来在台湾订阅制的有声书 搞不好是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 这也很难说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还在尝试的阶段 其实出版社也在试 对没错 因为他一本一本卖 也许很难卖 因为大家可能要有尝试的勇气 因为他卖了 万一他不喜欢 他就花了这一笔钱 对没错 那放到订阅制里头 把它尝试错误的代价降低 没错 所以他也许就增加读者会愿意去使用这种服务的机会 对啊 因为听一听他觉得这个形式是符合他的需求的 也许他将来就会固定的愿意 不管是持续的订阅收听 或是他就直接买单本 对这个其实都有可能 那像你们有零售跟订阅这样的服务 那消费者的权益是一样的吗 就是我如果是在平台上购买了这本书 跟我只是订阅这个服务 我得到的那个书籍的权益是相同的吗 权益是指 因为销售单本的话 其实你就会永久保存 就是它就会永久在你的账户里 但是如果你订阅 你不订阅的话 那它其实只后就是一个按时间 它就会消失 这本书会被移出所谓的订阅制 这个辞职里头吗 这就要看出版社的态度 这也是出版社授权的 因为我们现在才开始一个月 所以其实我们跟出版社都还在看 就是台湾市场发展会怎么样 那你觉得 就是从你们在国外的经验里头 订阅制会影响到这种单本销售的数量吗 其实它有点相辅相成 因为主要还是看端看出版社提供的数目 就是放在订阅制或是放在单本销售 那通常会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对 那订阅制的话 其实刚刚有提到 就是如果是重度阅读者 他可以更大胆的去选择更多不同 他想要读的内容 数目 这些的话 那其实对 我觉得他接触到新的书籍之后 或是书籍内容的类别 那他可能未来看到很有趣的相关的 但是是单本销售 他就会更大胆的去购买 因为订阅就是固定的价钱 所以你比较有机会去尝试一些 你以前可能不熟悉的作者 或你不熟悉的类型的书籍 比如说以前这种书籍 你其实没有很爱看 或者是你不喜欢看 反正都吃到饱了 我就点开来看一看 也许发现说 其实还不错 或者是说 这个作者是你以前不认识的 你现在突然发现说 对这作者感兴趣 那将来万一这个作者出新书了 我也有可能去购买他的新书 所以看到的经验是这个样子 对 其实就跟那个 就是说你订阅串流平台 追剧是有点类似的 因为你可能就一直看 我今天喜欢看某种类别的 然后例如说我喜欢看悬疑好的 然后今天突然推了一个 可能巴西的给我 你可能从来都不会去看巴西的剧 可是反正今天是订阅制 那我没差 那书籍其实也是一样 对 书籍要 不行 要看巴西的书籍 可能是翻译的 对就是作者 就像刚刚好朋友讲到 这个作者你可能从来没看过 你以前如果单本购买的话 你可能从来不会去买他的书 但是今天你在订阅制 你想说 好像他这内容好像蛮有趣的 看标题或许可以试试看 那读了之后 搞不好你真的很喜欢 以后你就会开始去买这个作者的书 现在大家很流行看那个排行榜 其实这本书怎么排在那么前面 之类的 点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啊 那目前Cobo在全球哪些国家 推出订阅制 我们目前其实包含台湾的话 总共有16个国家 有推出订阅制 那哪几个国家的发展的情况 可以特别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们在欧洲国家的表现 也都蛮好的 例如说可能像荷兰 或是意大利 对接受度也蛮高的 然后西班牙其实也不错 对 那你刚刚讲说 其实订阅制这件事 在台湾其实也都走蛮久的 因为你看像连电信商 也有类似的服务 对 那你觉得Cobo跟这些平台 相较底下最大的不同会是 其实Cobo最大优势 应该还是有全球的数目 就是英文 然后还有欧洲语系 就是德文 法文 西班牙文 荷兰文 这些书籍这样子 那未来的话 其实我们也都会持续 朝这个发展 因为毕竟Cobo是全球在营运的 那我们在全球各地的团队 也都会持续的 把不同语言的数目加入到订阅制里面 当然也包含台湾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外文能力的话 用订阅制就可以看更多 对 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提到有声书的部分 其实有一些国外的有声书 就是文学小说的有声书 做的其实很紧致 那你听的话真的很像在听广播剧 对 那有些其实也不会太困难的英文 对 如果在英文的学习上面 或是你要适应这个英文环境 其实还蛮有帮助的 那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工具 他就可以真的变那个语言教学平台 可以啦 就是大家可以有更多英文的内容 可以接触到 那像就你们在台湾接触 出版社对于这种订阅制 吃到饱的态度都是什么 因为其实我觉得跟刚刚提到的一样 就是说其实订阅制跟单本销售 它会赋予书本不同的价值 在不同的时期赋予不同的价值 那我觉得出版社愿意支持我们 也是希望可以寻求 就是这个书籍更常委的价值 不 我是说出版社你们去接触的时候 他们普遍的态度是 会觉得怀疑抗拒 还是觉得说 这样子会不会书都给你们拿去 放在订阅里头 会影响我单本的销售 我觉得他们普遍的一个态度是 观望呢 抗拒呢 还是觉得说试试看好像也无妨 因为我觉得Cobo相对 相较于其他经验来讲 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刚刚有提到 全球数目的部分 是对于消费者来讲 又多了一个吸引力 对 那其实因为这几年 其实电子书真的做得蛮好的 对就是Cobo也蛮成功的 那也出版社也因此 对于我们就更加的信赖 对觉得好像可以跟Cobo合作看看 看是不是可以再找到另外一个商机 所以你们觉得这几年就是电子书 我不知道应该问你说 全球的电子书还是台湾的电子书 你觉得都是有往上成长的趋势 其实都是成长的 对国外跟台湾都是 对都是 对因为我们原本以为后疫情时代可能会趋缓 但国外因为比较成熟一点 可是国外其实还是有稳定的在成长 那台湾来讲的话 其实成长幅度还蛮大的 对你刚刚讲到疫情 疫情那个期间的确电子书大家都有往上 因为那时候隔离在家 对然后不能出去 又不想摸到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本来以为说疫情之后可能会稍微趋缓 但现在看起来是还好 就是大家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对可能就跟外送这些一样 大家已经养成这个模式了 对行为模式 所以其实大家就会越来越多人可以接受电子书 数位阅读这个部分 以电子书来说 像大家已经很习惯就说 当然电子书阅读器会很常被拿出来讨论 那但是电子书阅读器 就从我的角度来看 通常是一些真正比较重度阅读的人 才会为他去买了一个电子墨水的阅读器 那很多人可能还是直接拿手机平板 就在app上面看书 那有声书这件事情 它最适合的阅读的装置是什么 听 其实你知道吗 前阵子我才看了一篇文章 一直在讲说 有声书算阅读书籍 他一直在讨论听书这件事情 算不算阅读 那当然这个讨论已经就往上一个层次了 有的认为不太算 因为形式不太一样 那有人觉得为什么不是 这个问题有点太难我们就先跳过 但我只是说 大家那时候选择电子墨水阅读器 是因为它可以长时间使用 对眼睛比较不疲劳 所以基本上都会是重度使用者 会另外去购买一个装置来读电子书 那听这件事情 因为有一些电子阅读器 的确可以支援蓝牙耳机听书 那你们认为会需要为这个事情 特别购买一个装置吗 还是他在手机上听一听 有声数就可以了 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回到 为什么要选择电子书阅读器本身 因为其实电子书阅读器 虽然说我们都知道电子纸是非常适合长时间阅读的 因为它可能看起来跟资本书非常的接近 但是电子书阅读器其实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不被打扰 因为你不会有社群媒体跳出来 不会有讯息跳出来 所以你可以很专注的看书这件事情 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重度的阅读者 那回到有声书其实也是一样 就你今天用手机或是平板去听有声书 当然绝对没有问题 对 可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在于说 对干扰 对就是Facebook IG会跳出来 或是今天有人赖你干嘛之类的 对但是如果你用阅读器来听的话 对一样是不受干扰 对所以我想应该是如何能够保有在一个专心的环境下可以阅读 对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知道我刚刚本来问的时候是因为 我一直觉得听有声书这件事情 那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声音的档案了 那个档案其实都会比一个EPOB档案来的大很多 所以使用手机的CPU可能效率比较好 大家也都用得很习惯 对 但是因为可能我自己使用有声书的时间也不够长 你刚刚谈到的确是一个干扰的问题 因为以前我们每次在介绍电子书阅读器的时候 都会跟大家讲说 因为它只有简单的上网能力 没有办法让你在上面看影片 没有办法让你在上面接触社群 所以你只要能够拿到 你只要拿着电子书阅读器看 它就是只有安静的看书 它不被干扰 但你如果说用有声书 用手机来听有声书 对的确会发生 我们上述讨论那些问题 可能电话打进来 LINE的讯息又提醒你 你的IG脸书会有一堆的通知 所以你也未必会很专心的在听那个书 但其实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回活头去想一想 因为有时候大家听书的时候 本来就没有在很专心听 他可能同时在跑步或什么 但是你认为说 如果有一个专门关于阅读内容的装置 其实是一个好事 对啊 这就是端看消费者的使用习惯 或是有些人觉得说 我书电子类的 我就是想要全部摆在阅读器里 OK 对一种仪式感 那关于电子书平台的未来的发展 就还有哪一些可以努力的空间 就是除了我们现在已经 有电子图书当然很熟悉了 那有生书也还在努力当中 那还有哪一些可能性 如果以我们在其他国家经验的话 就是其实我们 CEO在书展的时候也有提到 就是今年我们会推出所谓的自主出版 就是以COBO来讲的话 这个服务叫做COBO Writing Life KWL的部分 那其实自主出版 它就是可以让更多有愿意创作的人 被看到的机会 那回扣到刚刚前面 我们讨论到订阅制这个部分 就是订阅制可以让读者 去勇敢尝试更多不同的书目 或是作者 那其实订阅制之下 自主出版的书也更容易被看到 你说一个默默无闻的作者 以前跟不太会有出版社 去找你出书 因为成本太高了 可是如果你透过自主出版的方式 把你的书 你也可以放到书架上去卖 但是因为你默默无闻 所以大家可能愿意尝试你的 机会就比较低 那如果你把它丢到订阅制里头去 那就可以增加自己被看到的 对 没错 没错 尤其是 例如说你可能是写小说的部分 那有些中度阅读者 他就读读读读读读 然后今天系统就推荐你说 可以这个作者小说 也可以尝试看看 那因为你是订阅制 所以没有负担嘛 那导播读过之后 你就会很喜欢 然后可以来推荐给朋友 所以你觉得说 自主出版这件事情 也有可能会增加订阅制的 丰富的程度 然后呢 愿意从事创作的人 这可能也是一个机会 可以让你被看到 对 其实以我们在其他国家经验 就是自主出版的书籍 尤其是文学小说类的 大部分都会参与订阅制 你说自主出版 大部分都会参与订阅制 自主出版的作者 大部分都会参与订阅制 OK 所以这可能是将来 大家如果你有 你如果去尝试的订阅制 你可能在里头 会看到很多 你以前没有关注到的 类型的书籍 跟你没有关注 以前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作者 对没有错 因为其实这个还是 有关到所谓的创作能量的部分 那当然其实这几年 我们知道很多台湾本土的作品 都被看到 被改编之后被看到 那我相信 未来也会有更多创作者 会愿意投入这部分的创作 好 那我们就谢谢助理人的分享 好谢谢 我觉得听起来好像那个订阅制 是有点像在抽福袋 不然你就进去 打开来看一看 搞不好看到很多惊喜